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 再见爱人寺里面的这个麦麦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征 以及我们怎么样跟麦麦这样的人相处 还有就是我对李航亮和麦麦婚姻的这个预测 首先说说麦麦的这个人格特征 她是不是一个拜金女呢 我觉得不是 她对金钱和物质没有那么穷雄极恶 在她身上呢 其实我们很难看到那种不顾为零的那种精明的感觉 她这个人就连一百多块钱的账 她都算不明白 再有她到底是不是一个NPD 其实我觉得NPD不至于 她可能是个BPD 但她确实是一个百分之百 是一个空心人 空心人呢 她是没有精神世界的 也不能深度去思考 你说她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呢 我觉得她也许对自己是有一些认知的 比如说她知道自己没有那么漂亮 她知道自己也没有那么强的工作能力 而且可能也身上没有什么光环 没有什么魅力 她知道这一切 但是呢 她又不敢去面对 最致命的就是 她也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就导致了 她这个人看起来 就特别特别的宁吧 就看起来 这个人好像是回旋标上长了个人 这跟她没办法 深度的思考 也有很大的原因 没办法深度思考 就没办法 做一些长线的规划 以及一些复杂的任务 就比如说在这个节目组里面 她自己主动去当这个导游 但是呢 这几个人的这个餐食 都没有安排的特别好 都让人饿肚子了 还有就是 你看就是 他们在爬一个小山坡的时候 她就跟自己老公说 你快拍照啊 你快拍照啊 就一直说 就是李航亮说还没到地方 然后他说 你就必须 就得听我的 就要拍照 但是啊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就是你要告诉你的老公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照 就是你要讲讲道理 比如说 这风景太棒了 你一定要拍一张 太珍贵了 就你要是有说服别人的能力 你就使出来 但是他显然是没有的嘛 所以就是 你是没办法跟他讲道理的 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没有啥道理 讲不了 讲不了一点 再就是他们家垃圾桶的这个事情 这可能是一个小事 因为他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垃圾桶 是一个装修时候剩下来的这个油漆桶 你不能说这个油漆桶不实用 确实是挺实用的 但是李航亮至少也是一个艺人 在社会上来讲 跟我们普通人相比 也是个有头有两个人 如果说 慢慢想立一个节俭的人设 这是可以的 但是 我说大一点 我说的夸张一点 就这个垃圾桶可能跟他老公的这个命运 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李航亮 他肯定在这个娱乐圈里面 涉及到要跟人去搜索一下 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会搜索到家里面来 会把一些娱乐圈的一些大佬啊 或者能帮助他的这个客户和伙伴呢 请到家里来吃个饭什么的 那 家里有一个所谓的家庭主妇 然后生活美学一塌糊涂 就是如果说 一个人审美是真正好的 一个人对生活是有追求的 他就不会在经济伦取的情况下 让家里有一个那么丑的东西 很实用 但是呢 他可能不太对 他可能跟李航亮 以及他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 可能不太相符 那是不是有些大佬 如果想多一点啊 咱就发散思维了 他想多一点 你们夫妻俩住着这个大房子 然后还用这么一个 扣扣扫扫的垃圾桶 很不协调的一个东西 出现在你们家里 那是不是隐藏什么秘密呢 是不是你们夫妻俩有什么恶习呢 你要知道 这娱乐圈的这些人 一旦沾上什么 就是黄赌毒这种废钱的事情啊 就是往往会葬送他的前途 当然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垃圾桶啊 可能是卖卖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呢 我会在后面再解释一下 咱们生活中出现了想卖卖这样的人 比如说他是我们的伴侣 他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应该怎么跟这样的人去相处呢 OK 不是没有答案 已知 这些人呢 是没办法深度思考的 也就是说 道理是讲不通的 逻辑也是讲不通的 再已知 他们是没有精神世界的 或者精神世界非常的荒芜 也就是说 不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个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麦麦的心巴 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这已经不是薛定谔的心巴了 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解决方法 第一 你不要去琢磨这个人有什么逻辑 你也不要去相信他说的话 这样的人 基本上啊 他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你一旦去思考他的逻辑了 你往往就会忙得焦头乱落 你送礼物永远是送不对的 你说麦麦真的想要一个包吗 其实不是的 他说想让李航亮 去登上更大的舞台 其实他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阻止李航亮 去获得成功 也许这个事情 我说的可能过于绝对和残忍了 但是确实是 因为他还用这种亲情啊 道德啊 去绑架他 说我都是为你好 我不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专辑 是为你好 我不让你穿这身衣服 是为你好 总之都是为你好 但是你要知道啊 专业的事情 要让专业的人去做 那你对市场的这个判断 对你老公的这个才华 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呢 我觉得麦麦真的是未必了解 他连自己想要啥都不知道呢 再就是呢 你不要让他觉得 你失控了李航亮 大早上起来 从北京飞到上海 给麦麦去买青团 又从上海飞到北京来 在我们看来都是 给了自己的另一半一个惊喜 为什么麦麦会觉得 这件事情做的不对呢 就是让他失控了呀 你说你的枕边人 早上一声不响的 去机场了也没带你 也没告诉你 然后就拿了一个什么 就不管这个青团 是不是全是什么蛋黄馅的 麦麦都是会生气的 因为这个行为 让麦麦觉得 他控制不了李航亮 怎么什么都不跟我通报呢 而且麦麦是真的需要一个包吗 大家想一下 麦麦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中年人的这个社交 你要去交朋友 你还需要背一个好包吗 那你可能说了 那三十而已 那个电视剧也不就那么演了吗 朋友 电视剧是电视剧 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 就是麦麦其实啊 就是我上个视频 也没觉得她是家庭主妇 因为她不是还负责一些 那就是这些李航亮的一些经济上的事物嘛 对吧 所以如果是这种商务场合的话 你不用说啊 去拿一个什么名牌包啊什么的 你要跟人家谈的就是 你老公的这个工作 今后是怎麽安排的 怎麽规划的 其实你表达出来你的这个诉求啊 去跟人家去谈判就可以了 包不包的 其实真的无所谓 再说了 就如果说看你背好包 才能跟你做朋友的这些人 你觉得能是真朋友吗 什麽面子不面子的 你都这个岁数了 你还攀比这个呀 啊 而且你也不是爆发货 你们俩有钱都有好几年了 这李航亮 那这多少年前就成名了 而且对麦麦来讲的话 这包的意义是什麽 其实她也不知道 她只能说这有面子 这包的价值是什麽 她也不知道 反正随便就是 收到了就挂贤 让麦乐得了呗 那如果说 就是你跟麦麦这样的恋人 或者说你父母 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格 你应该怎麽做 能让你的关系变得更好呢 其实啊 你们这个关系 是一个共生关系 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你不能让他觉得失控了 但怎麽能不失控呢 那你们就得紧紧的 连在一起 啊 粘在一起 那你怎麽能粘在一起呢 那你俩就要一样 对不对 那不可能你飞得又高又远 那你俩就粘不在一起了 所以 你要变弱 你要变糟 你们俩反而感情会更好 李航亮最好是 我不是诅咒他 我打个比方 最好是 比如说 得了什麽重病 身负拒债 赌国嫖娼 最好是他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然后让他们俩的生活 也陷入到危机困境当中 这样麦麦对他的这个感情 就会越来越好 就永远就分不开了 可是你想 这样对李航亮公平吗 这是李航亮自己选的路 咱不能去干涉 明白吗 麦麦这个人 他自己都不会爱自己 他也不会爱别人 而且他自己 都不会让自己开心 他也不知道 怎麽让别人开心 你看似他很会照顾人 其实 他对别人感情的这个感知 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是没有 你看看张全玲 是怎麽分析他 怎麽复刻他的行为的 所以啊 我觉得麦麦也不是目强 因为呢 他的那个认知啊 以及情商 跟富豪搭不上话 包括跟节目 另外两个女嘉宾 感觉聊天都不是一个画风 他聊了聊了 都能把自己给聊当机了 那李航亮 会不会跟麦麦离婚呢 我觉得 肯定是不会的 99.9%的可能 是不会的 因为李航亮是一个 哎呀 非常非常有同理心的人 而且呢 他是能够深度思考的 他是能想到一些 长远的问题的 所以如果麦麦跟他 离婚的话 你想就是麦麦 是没有什麽工作经验的 对吧 然后生活自理能力 又不强 哎呀 饭也不会做 是吧 行李都不会理 也不 也不会直接的 去表达诉求 就这样的人 在社会上的这个 生存能力 一定是很差的 李航亮 他是不会忍心 让陪伴了自己 这麽多年的人 去接受社会的毒打 就是在一个 小格子间里面 去当社畜的 而且就每个月 如果就赚那麽几千块钱 卖卖怎麽生活呀 你别说这个孩子 归谁带了 卖卖怎麽生活 就如果一个月 就赚两三千块的话 他有房子住 确实没错 那房子是不是也有 牧业费呀 对不对 那他们的大G 是不是也要加油了 是不是 那他每个月 就那麽点钱 他跟小姐妹 出去逛街的时候 买杯买茶都得掂量 对不对 你一个人生活 怎麽都好 但是你不社交吗 对不对 那你要是自己创业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提前 就是去投入一些 金钱和精力 还要请你钱贷的客户 去吃饭 那人均一个人吃饭 那不得两三百呀 对不得去个好点的馆子 对吧 所以钱肯定是不够花的 李航亮能看到 陪伴了自己 这麽多年的人 去受这个苦吗 而且这个人 还是他孩子的妈妈 李航亮绝对不忍心 看着麦麦去受苦的 绝对不忍心 所以他俩 几乎百分之百 治理不了的 但是他俩不离婚 会给李航亮带来什麽呢 会带来 他可能哈 那事业的这个天花板 就一直在那了 因为他做的 所有的这个决定 麦麦肯定都会反对的 因为如果李航亮 他要自己 去走一条路的话 不带着麦麦 或者麦麦不能走上这条路 麦麦一定会不开心的 一定会反对的 那麦麦一反对 那他们俩的感情 不是又不好了吗 就李航亮 他肯定是讨好性身格 就想要平衡一下 这个关系 对吧 那肯定就不会有任何的突破 他不是自己也说 在家都创作不了 那确实是 麦麦有的时候 确实是挺唠叨的 影响艺术家创作的 这个我是能想象得到的 那李航亮愿不愿意 甘心去接受这个结果 如果他愿意的话 那就留在这个婚姻里 承受这个结果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就李航亮破局了呢 我觉得倒不是没有 我说一下我的这个例子吧 因为我做所有的决定 我父母都是反对的 包括我出国留学什么的 就是我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临近四十多岁了 才出来留学 一是因为 确实以前没那么多钱 就是临近四十多岁的时候 确实攒了一些钱 房子也买了什么的 而且我也没结婚 没有什么钱贯 还有一点 就是我临近四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父母也老了 我父母没有那个心力的 管不了我了 我就可以有多远走多远 有多高非多高 所以这个也是李航亮 今后可能破局的一个机会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像外面这样的人 可能是我们人群中的大多数 就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 想干什么 想要什么 然后呢 就是还得老让你猜 因为有很多人 就咨询我留学嘛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 其实是在泥潭里面 你想把它拽出来 对不起拽不出来 这个人可能就是 持续一年两年 去咨询你 去问你怎么来留学 但是你给他出主意 你告诉他 你要什么什么时间 做什么什么事情 你要做ABCD 但是他过段时间 他给你发条私信说 他就做了EFG了 他问你怎么解决 怎么擦屁股 也跟我气候匠 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人 你真的很想帮他 但是你发现就是 他的命运 可能就是生活在那个困境里头 所以很多人觉得 就是卖卖这种人 他是第二性 就是像波富汗说的那种 第二性 总要依附于别人 他不是第一性 他没有主体性 当不了大女主 不 我觉得卖卖他能当大女主 这只不过是苦情戏的大女主 而且他要拉着所有的人 跟他演这种苦情戏 为什么呢 因为卖卖啊 他是有很强的生存焦虑的 他一定知道解决生存焦虑的 这个事情 但是他这辈子唯一会的 唯一想解决的 也就是生存焦虑 一旦说这个日子过好了 他没有生存焦虑 他一定会搞各种各样的事情 让你焦虑 所以你会觉得他挺作的 但是作啊 就是他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他生命力其他的表现形式 他没有解锁 或者说这辈子就解锁不了了 所以之前我为什么说 他在那个油气桶改的 那个垃圾桶 为什么是卖卖身体的一部分呢 就是他生存焦虑的一种表现 一种具象化的表现 你一定要让他过上苦日子 他才安心 如果说卖卖有一天 买了一个新的垃圾桶 把那个油气桶扔掉了 那说明 他可能是开始改变了 好吧 这就是 今天操场的一个分析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操操